我们这位是磐石传播的总干事吴清玉牧师 来跟我们说说话 其实一言难尽 因为第一次听到雅各是在纽约的果水的礼拜堂 当时听到和师母的姆姿姐妹 她唱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感觉到这旋律很美 可是后来分享了进一步了解这个雅各的音乐事工之后 那当然她也很热情的邀请我 诚心的来到我住的地方跟我分享 几乎就是很热情的这样push我 说希望我去把这个雅各推广在旧金山 那当然我的机构有一些董事 那么要跟他们分享 但是他们的反应就说全权给我去处理 那我就呢 我第一个当然是跑到旧市军去跟那个梅师母分享 可是她真的很忙那时候 然后呢 那个CD呢 她又没有什么时间听 但是OK啦 第一长老会呢 也找了一个也是歌唱的 但是反应就很冷淡 好然后又找了这个阿平呢 这个平呢哈 那阿平呢也说好啦 那就CD拿去给她听 我就在寻求神给我的这个答案 就说是不是要来推广这个雅各 结果后来我自己就问自己说你自己都没有好好听 你还叫人家去唱 还要叫人家来这个参与 我就好啦下定决心每天早上听啊 那么听的时候就听到错过这首歌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 哎呀 掉不停了 哎 奇怪咧 不想流眼泪怎么会流眼泪呢 后来想一想圣灵的感动 所以呢 我就安静祷告的时候 神的声音就告诉我 就是在心里面提醒我 就是从我的这个思维里面就去想说 很多人啊 都还没有信耶稣 是不是他错过了 你是不是应该赶快 那里面的内容呢 的歌曲啊 全部就是要去对一个就是 还没有得到福气的人 啊 要分享的一些歌词 所以呢 啊 我才想到我周围好多朋友哦 都还没有信耶稣 啊 我也力不从心 不如唱这首歌给他听比较快一点啊 所以我就马上打一通电话就给董老师了 我说 董老师如果你认为我可以唱这个错 错过这首歌呢 我愿意努力来练唱 然后可以的话 我说我就成为这个雅歌的知音 然后呢 就利用雅歌的诗歌呢 来传递神的爱 哇 董老师就很好啊 因为我感觉很贴心 他说可以啊 我给你扮唱带啊 我说音力很高啊 他说没有关系 我可以给你做这个合你的音乐 哎呀 我说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又跟那个敏之内讲说 你们快快过来吧 反正就是不要放弃啦 就由我开头啦 哎呀 什么都是先踏出第一步是最重要啦 所以就没想到他们就 他说这个月就过来啦 那就是没想到神有这么样大的一个 这个成就的美意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